据环球时报消息称 6月19日晚国防部发布通报称 到晚中国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 试验达到了预计目的 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 不针对任何国家 这也是自2010年1月11日 我国首次进行陆基中段反导试验以来 官方通报的第五次陆基中段反导试验 根据此前官方通报的信息 这五次陆基中段反导试验军区的成功 相关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陆基中段反导技术是当下最为前沿的军事技术之一 难度极大 目前仅有少数国家掌握该项技术 而五连胜的加急也意味着 中国的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的成功率 位于世界前 未经许匯约奏 而五连基中段反导试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针对任何国家 王亚南认为 在一些国家蠢蠢欲动 意图将弹道导弹武器系统 部署在中国周边地区的背景下 中国需要格外重视防御能力 特别是反导系统的建设